今天我就要来让大家看看 平常我是怎么手配蝴蝶的 现在这只是一只翠凤蝶蓝蝇牙种 也就是俗称的琉璃带凤蝶的熊蝶 那凤蝶的熊蝶 通常要让它成熟个三天以上 会比较容易交配成功 蝴蝶的熊蝶通常都需要一些时间 来让自己的精子成熟 这样才能确保它的那个受精率会比较好 那磁蝶正好相反 它们羽化之后越早进行交配会越好 因为卵会在它的身体里面发育 而发育之后会变得又病又大 会让蝴蝶非常的不舒服 肚子会变得很胀 不想受精力 所以蝴蝶越早进行交配越好 宫蝶则是晚一点会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手动交配 手配的诀窍就是 熊蝶的抱握器 一定要是张开的状态 把它的抱握器对准 蝴的生殖器那边 凑合过去 让熊蝶可以夹住蝴蝶 然后它就会开始自己找位置 把它的生殖器的裸部分 可以伸入蝴蝶的生殖器里 有时候熊蝶够成熟的话 它会非常的远地交配 只要一夹住 通常就可以粘住 勾上蝴蝶了 但是有时候就是要试个几次 才会成功 现在熊蝶已经把 丝蝶的生殖器的部分 拉出来了 就是黄黄的那个地方 这样它们两个会非常容易粘上 手配成功了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让它们交配个半个小时以上会比较好 一个小时以上当然是最好 我指的就是这些比较中型的凤蝶 像黄赏那种很大型的 它们交配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久 它们交配完成之后 当然就是要把我们的蝴蝶味的薄薄的 明天就准备套碗作业 希望这次可以套碗成功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